街头一辆被撞的摩托车 一位倒在血泊中的男子 这究竟是一起交通事故 还是谋杀 你可以看这个灯光 前面的是受害人 后面是出租车 看见没有 很快啊 输得很快 夫妻二人离婚 复婚 分分合合 究竟又是为哪般 如果有警察电话 你就和人家好上脑 我也接受不了 谁又能还老人 一个做医生的儿子 去到达版面三啊 敬请收看今晚夜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今天我们从发生在湖北省立川市的一起貌似车祸说起 一起来看 2014年9月10日晚 湖北省立川市的街道上 有一辆摩托车躺倒在路上 旁边还有一男子倒在血泊中 周围的群众赶紧报警 与此同时 湖北省立川市公安局指挥中心也接到一个中年男子的报警电话 在跟我们指挥中心的人员沟通的时候 他让我直接到公安局去团队支撑 中年男子到刑警队之后 他就说他把人杀了在什么地方 民警立刻赶往现场 到达事发地的时候 交警也在 表面看上去的确像一席交通事故 在案发现场 我们发现了地上 一路有一个出租车的前保险杠 公路旁边倒在一辆摩托车 摩托车旁边躺着一个中年男子 我们对这个中年男子进行检查 就发现他的头部 及颈部位置 有被砍杀的迹象 他的颈部位很宽地 后来我们接着 又在这个 离岛地的中年男子旁边 一两米的距离 就发现了杀风云的这个踢不来 根据现场的情况 警方兵分两路 一路赶回公安局 连夜提审来报案的男子 另一路对现场 进行进一步的勘察了解 后来在居民的家 他因为他自己按照一个监控摄像里面 就看到了整个一个案发的一个过程 可以看这个灯光 前面的是受害人 后面是出租车 看见没有 很快呀 输得很快 这个时候 这个嫌疑人 嫌疑人开的出租车 已经将这个摩托车 连受害人一起撞到那里 这个时候 嫌疑人已经下车了 这个位置 第一次下车室 查看这个受害人所在的位置 这个时候 他紧接着又缓回了车的这个位置 驾驶室这里 拿刀具 拿了之后 他直接走到了受害人 所倒地的位置 对着受害人就在砍 已经砍了一刀 第二刀 第三刀 第四刀 第五刀 第六刀 砍了受害人六刀之后 直接将这个刀 转工具扔在这里 人直接缓回了这个驾驶室 这时候这个嫌疑人 在这个出租车上面 呆了大概20秒左右的时间 根据他自己的一个报案信息 应该是这个时候 正在打电话 车马上要开走 这个时候 可以看一下 他直接从这个摩托车 已经扔着这个压过去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他已经离开了 直接将车开离开 摩托车和受害人 都倒在这个位置了 这里有一个点 这个点应该是 我们现场勘察的话 应该是当时 这个嫌疑人 所开的这个出租车的 前保险杠 以及保险杠上面排着 都在这个位置 犯罪嫌疑人 某某为什么要开车撞伤 并且最终残忍地 杀害了严某呢 他又为什么会自己报警呢 据这个嫌疑人自己交代吧 因为他当时就想 报复一下这个中年男子 后来没想到 造成这么大的后果 最开始的时候是投了 不清醒的 后来缓回出租车上面的时候 他投了突然一下 又清醒了过来 他这下应该是 出了大事 所以说他才想着 赶快又投案自首报警 某某和阎某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受害人报 也就是他前妻的现任男友 某某和妻子 在2013年就已经离了婚 为什么还会对前妻的现男友 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们之间 究竟有多么大的仇恨呢 嫌疑人啊 去年和他前妻离婚以后 他多次找他的前妻 要求护婚吧 因为他前妻也已经松了口 在今年的六月婚以前 也松了口 说要么你买一套房子 买一套房子以后 我们两个 我们两人好好生活 可以和你复婚的 但是到了2014年 今年的六月份 当时他的前妻去了一趟台湾 到台湾去旅游 旅游的时候就认识了 我们立川本地的 另外一名中年男子 就是现在所谓的 涉案人燕某 当时两人在台湾认识以后 回来就开始交流 后来两人慢慢慢慢地 就发展成了男女朋友关系 因为后来就是这个燕某的出现 使得了这个现在的嫌疑人 认为他与前妻互婚 互婚无望吧 本来复婚就遥遥无期 再加上某某还经常会看到 前妻和阎某 还有自己的儿子在一起 这让他心里更不是滋味 他前妻认识现在这个男女以后 经常和现在这个男女 将他的小孩带着出去玩吧 玩得很晚才回家 因为现在嫌疑人就认为 这样做对小孩很不好 他多次与他的前妻 以及现在的受害人 也没有沟通过 也说这个事情 在多次沟通无果的情况下 某某终于失去了理智 他是个开出租车的人 因为当天晚上下着小雨 他的生意不是太好 他就将车停载了 他前妻的这个居住的房屋的 斜对面 在车里面吃东西 宵夜 晚上九点多钟 某某在车里吃完东西 看到受害人阎某 送他的前妻和小孩子回家 当时看到这种情况 他突然就想到了 他之前给他前妻 以及阎某说过的事情 不要将小孩带出去玩得这么晚 当时一看见这种情况 就认为淹没 都没有听他的话 没有这样做 还是这样将小孩带出去玩 玩得很晚 当时他心中就很密 就愤怒了 愤怒了 愤怒的同时 他又想到了什么 想到了他与前妻 这个夫婚 无望 就是因为这个淹没的出现 顿时他就想着 要报复这个受害人阎某 犯罪嫌疑人 看到阎某送完妻子孩子后 就开始尾随阎某 一直朝立川的东边开去 尾随的途中 这个受害人 就将车停在了路边 打电话 当时这个嫌疑人 怕受害人发现他 因为他一直尾随着 他就接着 开着出租车 没有停下 放很慢的速度 禁止地从这个受害人 当时停摩托车的位置 擦肩过去了 过去以后 他一直将车 开到了这个 我们列川的 东城半树的位置的时候 他当时 想看一下这个 受害人 有没有骑摩托车 降车 就是跟上来 因为他 想后面报复的 当时走在那那个位置 他发现还没跟上来 他就在那里 调了一个 降车 吊了一个头 准备缓回去 又在某某准备掉头返回的时候 刚好和开着摩托车的 阎某 来了一个面对面的碰面 他当时认为受害人 发现了他 他当时顿时就想 干脆一不做 二不休 既然发现了 那么 我就 干脆 又掉头 回去 直接 报复了 后来 他又在 又在这个 半时初的位置 又原地 掉了一个头 跟着这个受害人 驾驶摩托车 一直到了这个 工程的 屠宰场对面 到那个位置的时候 他将这个受害人 所骑的这个摩托车 以及受害人 撞到在地 是这么一个过程 犯罪嫌疑人某某 对受害人 下如此狠手 仅仅是因为 他破坏了自己 和前妻复婚的计划吗 当年 又是因为什么原因 和妻子离婚的呢 有个话剧 叫什么来着 离婚了 就不要再来找我 你看看这个 来回拉拉扯扯 藕断丝连 这不是找麻烦吗 你看看这个事里头 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丧心病狂 杀人害命 这凶手啊 简直就是 不但自己 制造了一个 天大的悲剧 本人就是一个 特别大的悲剧 哎呦 我觉得这凶手 真可怕呀 这是啥人呢 还口口双双什么 要跟他前妻复婚 哎呦 幸亏没复婚 你想 他这哪是爱他前妻呀 这分明就是一自私啊 哦 我过得不好了 你要是万一要过好了 我就看不下去 我就得把你给怎么着了 这多可怕呀 这爱谁呀 离婚干嘛 非得弄得那么难看呀 我在新闻里看见 前一阵子呀 青岛 说有一个小区里边 一个男的 急着白脸的往外走 另一个男的 拼死拼活蓝 后来这男的几眼了 上了车 开着车就要往外闯 那男的 还蓝到车前面 挡着不让走 这男的疯了 开着车 直接就把那蓝路的 男的给撞飞了 把院里的其他的几辆车 也都给撞瘪了 后来邻居们一看呀 说呦 这撞人 这男的呀 这不是我们街坊吗 跟他老婆呀 一直就不和 老吵架 这男的呢 就一直希望离婚 老婆呢 就拼死拼活地不离 那天又打起来了 这男的就说 你不离哈 你不离我也不过了 我走 哎呦 这女的死气白烈 不能走啊 不离啊 然后打电话 把自己的那个 男性朋友给叫来了 你帮我劝劝他呀 让他别走啊 这何世尔 还真认了真了 拼了死命的劝 挡着车前头劝 结果那个发了疯了 把他给撞飞了 人倒是没死 但是那撞人的那个丈夫 弄了个故意 杀人的嫌疑坐牢 你说这多吓人呀 哎呦 这个青岛还真是 这个奇奇怪怪事多 我们看见这个报纸上 我也看见一条 说的是有一个 河北的姑娘 小孙 原本是结了婚了 成了家了 挺好的 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 遇到自己初恋情人了 结果呢 就抛家舍业呀 着了魔似的 就跟着这初恋情人 就一溜腰就跑 离了婚之后啊 跑到那青岛 跑去打工 嘿 结果到青岛没多久的时间 这个初恋情人 就把这小孙啊 这姑娘啊 就一下子给甩了 结果这姑娘就上去 要上爬的高楼上 要跳楼啊 结果这个 这下这是可惹了事了 他这个甩他这初恋情人 就跪着底下磕头啊 但看这意思呢 也不是说这些挽回感情 而是说你千万别死啊 你这死了 可是把我给拉下水 我可怎么办呀 你说这本来好好的日子 是吧 中国人老话说中了吗 屎乱中气 对不对 你看看 你说这是痴情啊 这是痴呆啊 你说甭管是分手啊 还是离婚啊 那就各国各的吧 这反正人多的是 你再找一个 从先开始 干嘛非可一棵树吊死呢 我就不明白了 这可一棵树吊死的 你是跟这树活不去啊 你还是跟自个活不去啊 反正这事啊 起嘴巴舌的议论还多着呢 犯罪嫌疑人某某 出生在湖北恩施州的一个农村家庭 四岁的时候 母亲就去世了 从此跟父亲相依为命 因为那时候在家里面 我父亲打牌嘛 我们在家生活很困难 我姑姑看我们 就不认心吧 就把我们接到尼山来了 就在尼山读书 读到刚开始的年还好 父亲下来也不打牌了 后面在我读五年级的时候 父亲又开始赌博了 赌博后面我们 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嘛 我就追学了 15岁某某就跟着他表姐打工 每个月能挣300块钱 2008年 惊人介绍认识了他的前妻陈某 两个人觉得那个时候 性格挺合适的 然后就结婚了 结婚 200年就有现在这个儿子 婚后不久 夫妻二人的矛盾 开始显现出来 我们要真正的矛盾的话 就是他喜欢出去的话 打牌 因为这个在婚前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但是婚后嘛 你知道柴米油盐 酱吐茶嘛 过着过着慢慢的 琐事就多了 然后多了之后的话 两个人拌嘴的话 他就习惯性的经常关机 关机出去 然后就是打牌 然后我也找不到他人 结婚后 某某一直都住在女方家里 陈某家是个体卖猪肉的 他也就开始跟着妻子做起了生意 对于婚姻中出现的问题 某某有着自己的看法 我们结婚以后就是两点一线 家里 门市上卖着 就是这个生活 不就不像谈恋爱的时候 没有激起来嘛 就是说冷漏了我前妻嘛 这个结婚过日子 和这个谈恋爱 肯定是区别相当大 他接受不了嘛 就经常落矛盾嘛 对于打牌离家出走这件事 某某矢口否认 但某某的前妻 给我们看了几分 某某曾经写的保证书 保证书上写着 对家里负责 保证不离家出走等字样 环境他写的保证书 全是离家出走的 在我这儿我都记不懂多少了 2013年 两人最终离婚了 我结婚过之后 住在我原母家的妈 他对我儿子都好 对我就是有一种 恨恋不成刚的 这种就是我老实 老实不能乱换车 但是他在门上把我骂了 在市场里面都可以调查得到 骂了但是他是 明确是老年人 他骂我我不能还嘴的 我这个读书读了不得 我的选择方式都不一样 那我骂的我受不了了 我当时就走掉了 七天不回家 也不给家里一个电话 家里生意啊什么都不管了 然后我就打电话 问他怎么办 他说他不回家了 生意也不做了 后面他说 你必须回家跟父母道歉 不道歉就离婚 但是他如果换个方式跟我说 他毕竟是父母 你回去道个歉 我肯定要道歉 但是他的这种口气 我接受不了 离婚后夫妻两人 还一直保持着联系 牵涉了一个孩子 老师幼儿园找我谈过 说孩子性格现在 越来越孤僻了 然后孩子在学校 和别人打架 我问他为什么 老师被别人打架 他告诉我说 因为我没爸爸呀 他别人有爸爸 他爸爸 他爸爸也有悔盖之心 就是经常来找我谈父母 经常 因为他经常来见孩子嘛 这一去一来 两个人见面的话也多 是不是有联系 然后他说 他说他现在改了 再也不会离家出走了 两人甚至决定 买房子复婚 最终因为房产证的名字 写谁的问题 产生了分歧 14年6月份的时候 我们准备复婚 我老婆要求我买房子嘛 我们结婚的时候 住在我自己家里的 然后他当时走的时候 走得很过分 伤了我父母的心嘛 然后他喜欢离家出走嘛 当时觉得 只要有了一个房子之后 有了固定房子之后 他应该不管怎么样的话 应该每天记得 应该记得 那个是他的家吧 后面我找亲朋好友 钱也筹到了 就是因为这个黄产证 他有写上他的名字 就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没有协商好 我记得我当时很清楚 我跟他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我们买一个房子 然后我们两个一起 夫妻夫首付 然后付完首付之后 我们一起还 然后这是个首付的话 我们一人一半 然后如果说 我知道你也没钱 但是如果我们 如果首付之后的话 这个简单的装房的话 我承认我出 但是他提到要求 真的 我当时觉得 真的很好笑 他当时说 黄产证要写他的名字 我当时就觉得 我说你这是来谈付婚吗 我说好像是我在求你 付婚一样的 付婚的事情 就这样暂时搁浅了 某某在这期间 也找过一个女朋友 他父母对我有意见 就不讲他在我付婚 我前妻就叫我找一个 我也找了一个 找了一个也跟我 比我前妻还小几个月 也是八八年了 我和对方后面 对方又怀孕了 但是前妻后面 又说是为了我们孩子 在一起 我就跟那个女朋友 把她带到医院去 把小孩打掉了 打掉过后 我和前妻就 她不是在恩师学家的吗 我跟她一句过去 她就住在宾馆里面 她就拿我手机 跟我那个女朋友 划了一条信息 说我该来九万块钱账 该来多少多少账 因为她看见 就是我们两个商量着的 就是骗了那个女孩 她当时跟我说的时候 不是她女朋友 她说是那个女的 一直在缠她 她是这样给我解释的 她说别人介绍的 然后她对那个女孩子 不怎么样 但是那个女孩子 对她挺好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说你又所有 人家女孩子对你什么 她说你觉得不好 人家女孩子就是喜欢我 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那信息 她考驾制的时候 她并不是我跟她 花的信息 是她自己去花的 我记得她好像是说 她赌 她好像是说 她赌欠了多少钱 然后那女的就从事以后 再也不太联系了 两个人就在这 各持一词中 分分合合了一年的时间 就这样一说 那样一说 说白了 也就是真的 就觉得 死死了 那种感觉 因为离婚一年嘛 说是真的 也没有谈过男朋友 别人也有介绍过 但是都没同意 因为你前一段感情 都还没有扯清楚嘛 是不是 你既然有想复分的念头了 那就不要 把别人唱和进来嘛 是不是 然后后来一直到 最后一次 就是我们俩就是决定 而且她也很决截地说 然后我们俩就 不要再来忘了 我也觉得 这样也没意思 亲朋好友都劝我 我也放下了 没过多久 陈某在一次外出旅游中 认识了受害人严某 我们到香港去 然后认识了这个医生 他也离过婚嘛 就是相互认识 交个朋友了解一下 了解了一段时间 觉得相互条件比较合适 而且最主要的是 我觉得他跟我儿子 特别投缘 但我儿子特别好 然后的话 他们家的话 他们的家人也都挺好的 对我和我儿子的话 对我妈也 就像亲人一样 他在电话上给我说 他谈了一个女朋友 后来我回来了 见过一遍 不过那时候 他们关系蛮好的 经常到我家去吃饭 还带着小孩 让那个女女 一方的小孩 都带过去到我家吃饭 因为他们关系一直 他们两个关系一直蛮好的 某某知道 贤妻陈某交了男朋友之后 就经常给陈某打电话 你能出去 好 你就给女儿 进去电话 你就和人家好生了 我也接受不了 星期六的晚上 打电话 我就说 星期天我们倒班 我们就休息 我说下午就跟他说了 我接儿子 但是晚上打电话 他就不接 我就打了一二十个 后面他接了 他说 他和他男朋友在一起 我都非常生气 我们在一起吃饭 拒绝 然后在那里吃饭的时候 我的电话一直在响 因为他一直在骚扰 我说实话 然后医生就问我 问我的情况 我就跟他说了 他说 那怎么行 哪有这种道理 他说 你昏了的话 他是不能干涉你的 是不是 而且的话 你把他叫出来 我们谈一下 我后面就过去了 过去了 就在那里 他男朋友 接了一二十个人 撬好的话 他朋友在那里吃饭 而已 有十几个 然后就被他说成 你要叫了十几个人 去威胁他 完全没用的事 而且的话 如果说 他是叫他那么多人 去威胁的话 那天晚上 他根本就不可能 划到我的脖子 谈完之后 我们各回各的家 然后他说 他要送我回家 然后我 我跟他关系都没用了 我肯定不让他送我回家 然后我就拦了一辆第一次 然后我就上车 上车 他就硬是要上车上来 然后拦都拦不住 就和他发生了争执 是吧 那时候我也决动 我就 我钥匙上面 有个这么长个小剪刀 拿下来 在他抓手当中 跟他亲自这里划了一下 他说他要杀了我 然后我男朋友 就是医生 和他的朋友 就看见了 就把他拿下车了 然后我也下车了 后面 他不是 他们人多吗 抢过来 就是 跟我这里也搞了一刀 现在还这么长个吧 这件事最终以一份公安局的调解书 了结了 在调解书中有一条明确写着 不得以不正当理由 对女方的生活进行骚扰 离婚后的某某不再做卖肉的生意 开启了出租车 就在他跑街中 经常会碰到陈某和严某带着自己的孩子 那天晚上12年多钟 要到一刀住他 他把我儿子从歌厅带出来 我看见了 看见了我就跟他 就跟我前妻说 我说你们出去玩 不要把儿子带出去 那些场所不是我儿子去的地方 不要把我儿子匪了 后面我就把电话 打了他现在的男朋友 我也跟他说了这个事情 好 他男朋友就倒数了我 他说你自己 就带你儿子啊 去打个牌啊 这些你没有自己管我 好 就对我认同吗 我心情不舒服啊 KTV去过一次 我承认 就说这个 我也不是说狡辩什么 是不是 去过一次 因为那一次是在头绪过生日 然后的KTV就老 但是我的话 我的话孩子 就是说基本上我在哪儿 孩子在哪儿 但是没有他说的那么严重 我的孩子里面可以到幼儿园采访 没有哪一天没有上幼儿园 每天都去的 陈某和阎某相处得很好 两人筹划准备结婚 阎某的家人也很接受 这个离婚并带着孩子的女人 像我们家人这边都是认同这个问题的 都认过了 认过了 因为他那个 那时候他不是随时把小孩带过来吗 他都 都是叫那小孩 管我叫叔叔 管我爸妈叫爷爷来的 就这样子的 都当一家人那样看待的 某某这边似乎也想通了 就在事发前的一个月 某某还找到阎某 谈过一次话 他跑去跟医生说 人生我们俩好好谈 他让他好好对我 他跟我已经彻底不可能 他也不会再骚扰我了 完全没有任何进去 就一个多月 他杀人的时候是9月10号 然后他找到谈的时候 好像是8月左右 一个人就这样 就在9月10日案发后 犯罪嫌疑人某某 在给公安局打电话报警的同时 也打电话给了他的前妻 他跟我打电话这样说了 他说 我收购 复婚了之后 我好好地补偿你 如果不复婚的话 我让你复个一辈子 他说 现在他把人杀了 以后你的日子也好过 以后你等得过好日子吧 这件事对阎某的家里人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他的母亲常年生病 平时就靠阎某的诊所 为母亲做保健治病 现在儿子走了 对老人打击很大 我一个是个草气 一个是个毛病 我一下都给晓得 都是从他医院 那是那个人 你口不倒 我一个当时都不哭 淋湿过去的一个照顾 我怎么知道 去到大碗也三了 谢谢 说到解析集思广益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今天我们在谈一个已经离了婚的男性 为什么非得要去干预前妻现在的感情生活呢 到场嘉宾 媒体评论人杰文金先生 心理专家 白燕仪女士 欢迎两位 说说这个男的 为什么 毕竟离了婚了 跟前前妻交男朋友确实没他什么事 使这么大的劲 尽管理由是说 我早就是跟他们说 不要带着孩子在外头玩那么晚 还带着孩子玩那么晚什么的 这肯定也不是理由 对 这明显就是一个借口 其实不光是这对夫妻 我们就说很多夫妻离了婚之后 然后都会有那种离婚之后的那种情感的焦虑 我还能不能再找到更好的呀 然后我这婚离的是仓促了呀 还是对了呀 其实很多人会给自己的离婚这个行为 打一个巨大的问号 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他情感最脆弱的时候 那么如果对方愿意配合的话 那好 那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类似于这样的离婚小夫妻 他们会把对方当成备胎 就是我甭管我能不能找到合适的 特别的好的新的生活 反正我先站着你 咱俩先这么以孩子的什么为名义呀 或者以这个咱俩还有感情为名义呀 咱俩先拉扯着 然后也不进入到实质的状态 但是你说男女情感的这些事情 该有的事他们还都全都有 你看就拿这个案件当事来说 这个男孩子他在这个男犯罪 对 这个前夫 他在去有自己新一段情感的时候 然后这个前妻这个女孩 她其实是给予了一些干预的 给予了很多的影响 那么就是我在你这个备胎 要通往幸福的道路上的时候 我给你进行了一种 我认为可能是好心 给你指点指点 那人不合适你 那人怎么着 但是对于那个备胎来说 那就是暗示 那就说明你对我还有意思 你对我觉得我很重要 你如何如何 他就会自己来解读你的这个行为 所以好 那我为你 他会把这个解读成为 我为你而放弃了我新的人生选择 那么这时候咱们俩就又绑在一起了 所以你也不能因为其他的选择 而放弃掉我 否则的话那我这个放弃不就亏了吗 所以千万别没事拿着前夫前妻当备胎玩 这事真容易把自个儿搁进去 像我是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呢 有一些这个很有意思的共通点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刑事案件 非常典型是由这叫离婚综合症引起的 因为现代社会当中 法律规定手续的简化 包括法律程序的简单 很多人觉得离婚已经就像得了感冒一样 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了 但是就像生病的话 你得感冒很容易引起肺炎 很容易引起其他的这样的一种 恶性的这种并发症一样 其实离婚的这种这个 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同样一样也会引发很多非常恶性的事件 比如说像这起案件里面 一个非常典型的 这个这个男性啊 已经非常明显的觉得自己 就是一无所有了 原本是有家有孩子的人 一夜之间妻离子散 什么都没有 一杆捅到底 从此变光棍 完了以后呢 复婚又不得 再加上再看到人家的这个 他的这个前妻 又找到了一个好人家 就归宿啊 中间自己交了一女朋友 对对对 才在前妻的帮助下 又把这事给出来了 对 完了以后各种 也不知道他怎么扭曲的这个想法 是吧 也想了这个事情 好 这样的话呢 就产生了一个什么呢 严重的妒忌心 其实我们在妒忌引发 恶性刑事案件的案例 它专门有一类 比如说在这日本 日本把这个刑事方面的 分得很细 它有一种叫妒忌 就是通俗说法 媒体说法 叫妒忌刑事 它是用日语的那个说法 比方说就是 由妒忌引发的刑事案件 就是说我 我明明就是说 其实我跟你没什么关 很大关系 就跟这个人一样的 我都离了婚了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说吧 我孩子我还照样有态势权 你对我 你这个后早的这个 对我孩子好 那我应该高兴的来不及啊 但不行 比如我一个人跟你没关系 我就每天看着你们家窗户 最经典的一个案例啊 看你们家每天窗户 一家三口 幸福的背影 我在我自己过得 很落寞很凄凉 我在这里走上两年 然后早一天晚上 我进去把你们家三口都杀了 然后就这种类似的这个案件 在反映过来 这个案件里面 实际上是完全相通的 是典型 所以绝对不要 我的意思 不要轻视离婚 由于手续简化 但是实际上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效果长远的 一个社会性的这种事件 这个男孩啊 这个前夫真的是有些问题的 不光离婚这一件事 他处理的不好 前面他处理的就有问题 比如说跟那个女性结婚之后 整天出去打牌 然后会因为这个 你不管家嘛 老出去打牌 俩人就吵架 只要一吵架 这个做丈夫的 解决夫妻矛盾的办法是 手机一关 泡没耳了 出去打牌 玩失踪 出去赌不回来了 屡次玩失踪 屡次离家出走 这都是多么不懂事 和多么任性的行为 然后到了 就这么着 把岳父岳母全给得罪干净了 然后妻子就有一次急了 说你必须得跟我爹妈道歉 你要再不道歉 我就跟你离婚了 然后这男的说的是 其实是可以道歉的 我也没打算离婚 但是你要这么说 那我就离婚 然后就去离婚了 那离的就离了吧 离了又说 那就付吧 付吧又为了买房 又开始写谁的名字纠缠 这个就不说了 找了个女朋友 女朋友对她很好 两个人交往的不错 还怀孕了 然后跟前妻捏过捏过 就去让人打了胎 把那个女孩骗走了 然后就是你就觉得 她处理她的情感 和两性关系的整个过程 这个人之轻率 不慎重 胡闹 完全不会做任何合理的处置 也是个成年人 这么想想很病态 没有 其实我们说这个男性 他如果从他这个行为来看 其实他对于他第一段婚姻 他是一直有一种 很坚定的态度的 他第二个就是那个女朋友 怀孕 意外怀孕的这个 无非就是他想去刺激 他前妻和试探 他前妻的一个砝码 就我来观察 来看这个案件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他是得偿所愿的 就是他前妻被刺激到了 然后还跟他一起捏过了 其实就更坚定了 他对他第一段婚姻的一个感受 我是说什么样的男人 可以如此的不负责任和不懂事 对 我接下来就说了 那你看他明明对婚姻 有那么强烈的一个执着感 但怎么他在婚姻当中 经营到这么差呢 其实我们说人在一生成长当中 他学习通过什么 通过家庭学习和社会学习 这个男孩子 首先他没有家庭学习 家庭学习 他学习 我怎么做男人跟爸爸学 我怎么去找媳妇 是看妈妈做榜样 怎么看夫妻吵架 沟通是看爸爸妈妈 他们俩是一闹矛盾了 两人就在那儿好好的说 他们家的背景是 他没妈 他很小就没了妈 他爸是一赌徒 就在外边赌 根本不管孩子 所以他不会跟家庭沟通 跟女性处理情感 他们家不存在这部分 没见过从小 没见过 对 所以你看他的家庭教育部分 就是缺失的 然后他的社会教育也不完整 因为他从十三五岁吧 好像就出去打工 十五岁 十五岁就出去打工 所以他打工他就忙于生计 要自个儿挣钱糊口的这种状态 他也不可能有很好的 社会学习的一个渠道 所以等于家庭学习也没学到 社会学习也没学到 那他又对家有特别强烈的渴望 所以他就蒙着眼睛 就进入到婚姻的这个状态当中去了 那我回过头来再说另一个话题 就是类似事件 我们最近碰到好几起 很近似 就是您刚才说的 离了婚之后呢 还爱爱妹妹 拿对方当备胎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 人们经常给这一个好词 叫离婚了或者分手了 我们依然是好朋友 有可能是好朋友 但必须建立在 双方理智 爽快 而且双方对这个关系 对这个关系都没惦记了的情况下 才可以做好朋友 只要有一方还惦记着这事 只要双方中有一方是狭隘的 偏执的